医生从小男孩鼻子里挖出一个玩具小人 第二天小男孩又来了 豪斯医生这次从鼻子里又取出一个消防员 可第三天熊孩子再次哭着光临医院 豪斯医生还想再次用剪刀取出鼻子里的义务 可熊孩子却不停晃动脑袋拒绝治疗 甚至还直接咬了豪斯医生的手 为了能让熊孩子尽快呼吸畅通 豪斯医生忍不住大声凶了他一句 果然这招很有效 随着镊子伸进男孩的鼻子 一个红色的消防车再次被拿了出来 可当豪斯医生看着排列的消防员和消防车后 瞬间意识到不对 他立马拿出一个吸铁石 然后再用剪刀测试了一下吸力 确定好一切后 豪斯医生就想让小孩的哥哥抱住他 然后用吸铁石对准男孩的鼻子 果然一秒钟就吸出来一个磁铁小猫咪 直到这一刻 哥哥才恍然大悟 原来男孩的鼻子一开始塞进去一个猫咪 心思单纯的小男孩为了营救猫咪 所以才不停地往鼻子里塞进去救援队和消防车 想要把猫咪给救出来 看来小家伙还真有爱心啊 这个情节是每句豪斯医生里的一部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原片 另外 屏幕外的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哦 男人被熊孩子埋进沙滩 谁知下一秒闪电就劈了下来 游客们纷纷刺散而逃 生怕闪电再次袭来 等俩熊孩子低头一看 父亲的身体已经被固定在沙子里 完全动弹不住 并且不要钱的鲜血也不停往外扬 熊孩子看爸爸快步行了 赶紧拨打了救援电话 消防队赶到后 就立马测量男人的大动脉 他们还试图撬开凝固的沙子 把男人救出来 俩孩子吓得不停向爸爸道歉 为了不影响救援速度 消防员只能安慰他们 一定会把他爸爸给救出来了 可另一边救援却出现了大问题 因为他们刚把化成玻璃的沙子砸开 就发现男人的脖子被一块大玻璃扎中 如果贸然拆掉 就会引发静脉大出血 消防员只能先给男人打上营养液 然后用手把男人下半身的沙子全部清除 看着父亲疼痛的表情 俩孩子急得说不上话 好在消防员固定好伤口后 立马把男人抬上担架 送到了医院治疗 其实这种现象很常见 因为沙子的成分是二氧化硅 经过高温 就会瞬间变成玻璃桩的硬块 所以才导致这一事故发生 这部电影告诫我们 去沙滩玩一定看好天气再出发 北雨天气 还是尽量不要去沙滩玩 男孩每天都到垃圾厂偷废铁 结果不小心掉下垃圾山 两人都被垃圾深深埋进了垃圾堆 等到消防员赶到一看 垃圾堆里只有一堆垃圾 根本没有人意 他们赶紧拿出凿子挖人 很快一只人腿就露了出来 打开一看 受害者竟被困在竖琴里 只露出一个脑袋 他的胳膊和肚子都被竖琴勒紧 丝毫动弹不得 好在气压显示 男人还有呼吸 消防员见此立马拿出剪刀 把琴弦剪断 与此同时 另一名消防员听到地下传来声音 打开垃圾堆一看 没想到垃圾深处 还有一个男孩被困在里面 可垃圾堆承受能力有限 贸然进去一定会塌陷 很有可能会让男孩再次被垃圾掩埋 更可怕的是 深坑里竟然开始冒起了小火苗 消防员必须在救出男孩的同时 把火苗熄灭 来不及多想消防员赶紧坐上云梯 然后绑住绳子冲进深坑 随着两人合力把男孩给拽了出来 另一名消防员也用磁水枪消灭 等两人全部被救出来后 消防员对着垃圾山再次降温 防止还有塑料袋想要自燃的可能 我想经历过这次事情 两人再也不敢站到垃圾堆上捡垃圾了吧 因为垃圾空隙和物品都是不稳定的 随时可能会出现坍塌 速速电影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